诗篇第九十六篇 因耶和华为大 当受极大的赞美 他在万神之上当受敬畏 外邦的神都属虚无 唯独耶和华创造诸天 有尊荣和威严在他面前 有能力与华美在他胜所 民中的万族啊 你们要将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 都归给耶和华 要将耶和华的名 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 拿贡物来进入他的愿语 当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 全地要在他面前战斗 人在列邦中要说 耶和华作王 世界就坚定 不得动摇 他要按公正审判众明 愿天欢喜 愿地快乐 愿海和其中所充满的澎湃 愿田和其中所有的都欢乐 那时临终的树木 都要在耶和华面前欢呼 因为他来了 他来要审判全地 他要按公义审判世界 按他的信使审判万民 诗篇第九十七篇 耶和华作王 愿地快乐 愿众海岛欢喜 密云和幽暗 在他的视为 公义和公平 是他宝座的根基 有烈火在他前头行 烧灭他视为的敌人 他的闪电光照世界 大地看见便震动 诸山见耶和华的面 就是全地之主的面 便消化如辣 诸天表明他的公义 万民看见他的荣耀 愿一切 侍奉雕刻的偶像 靠虚无之神 自夸的 都蒙羞愧 万神啊 你们都当拜他 耶和华 西安听见你的判断 就欢喜 犹大的诚意 也都快乐 因为你耶和华 至高超乎全地 你被遵从 远超万神之上 你们爱耶和华的 都当恨恶罪恶 他保护圣民的性命 搭救他们脱离恶人的手 散布亮光 是为义人 预备喜乐 是为正直人 你们义人 当靠耶和华欢喜 称谢他可纪念的圣民 诗篇第九十八篇 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 因为他行过奇妙的事 他的右手和圣臂 施行救恩 耶和华发明了他的救恩 在列邦人眼前显出公义 纪念他向以色列家 所发的慈爱 所评的信实 地的事迹 都看见我们神的救恩 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欢乐 要发起大声欢呼歌颂 要用情歌颂耶和华 用情和诗歌的声音歌颂他 用号和脚声 在大君王耶和华面前欢呼 愿海和其中所充满的澎湃 世界和住在其间的也要发声 愿大水拍手 愿诸山在耶和华面前一同欢呼 因为他来要审判遍地 他要按公义审判世界 按公正审判万民 诗篇第九十九篇 耶和华作王 万民当战斗 他作在二基路白上 地当动摇 耶和华在西安为大 他超乎万民之上 他们当称赞他 大而可畏的名 他本为圣 王有能力喜爱公平 兼力公正 在雅各中施行公平和公义 你们当遵从耶和华我们的神 在他脚凳前下拜 他本为圣 在他的祭司中 有摩西和亚伦 在求告他名的人中 有撒木尔 他们求告耶和华 他就应允他们 他在云柱中对他们说话 他们遵守他的法度 和他所赐给他们的律力 耶和华我们的神啊 你应允他们 你是赦免他们的神 却按他们所行的报应他们 你们要遵从耶和华我们的神 在他的圣山下拜 因为耶和华我们的神 本为圣 诗篇第一百篇 普天下当向耶和华欢呼 你们当乐意侍奉耶和华 当来向他歌唱 你们当晓得耶和华是神 我们是他造的 也是赎他的 我们是他的名 也是他朝场的羊 当称谢进入他的门 当赞美进入他的愿 当感谢他 称颂他的名 因为耶和华本为善 他的慈爱存到永远 他的信实直到万代 真言第二十章 酒能使人泄满 浓酒使人喧嚷 凡因酒错误的就无智慧 王的威吓如同狮子吼叫 惹动他怒的是自害己命 远离纷争是人的尊荣 愿望人都爱争闹 懒惰人因东寒不肯耕种 到收割的时候 他必讨饭而无所得 人心怀藏谋略 好像深水 为明哲人才能挤引出来 人多述说自己的人词 但忠信人谁能遇着呢 行为纯正的义人 他的子孙是有福的 王坐在审判的位上 以眼目驱散诸恶 谁能说 我洁净了我的心 我脱净了我的罪 两样的砝码 两样的声斗 都为耶和华所憎恶 孩童的动作是清洁 是正直 都显明他的本性 能听的耳 能看的眼 都是耶和华所造的 不要贪睡 免治贫穷 眼要睁开 你就吃饱 买物的说 不好 不好 极致买去 他便自夸 有金子和许多珍珠 唯有知识的嘴 乃为贵重的珍宝 谁为生人做宝 就拿谁的衣服 谁为外人做宝 谁就要承当 以虚晃而得的食物 人觉甘甜 但后来他的口 必充满沉沙 既谋都凭筹算 立定 打仗 要凭治谋 往来传舌的泄露密室 大张嘴的 不可与他结交 咒骂父母的 他的灯必灭 变为漆黑的黑暗 起初速得的产业 终久却不为福 你不要说 我要以恶报恶 要等候耶和华 他必拯救你 两样的砝码 为耶和华所憎恶 诡诈的天平 也为不善 人的脚步 为耶和华所定 人岂能明白 自己的路呢 人冒失说 这是圣物 许愿之后才查问 就是自现网罗 智慧的王 博散恶人 用六轴 滚压他们 人的灵 是耶和华的灯 见察人的心腹 王因仁慈和诚实 得以保全他的国位 也因仁慈 立稳 强壮 乃少年人的荣耀 白发 为老年人的尊荣 鞭商除尽人的罪恶 责打 能入人的心腹 有什么事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